大家好 歡迎來到慧眼看中國 我是孫寧 最近發生了一起嚴重的事件 一場來自深海的較量再次浮出水面 中國散貨船1鵬3號破壞海底電纜被抓 這次中共肇事船隻未能逃離現場 丹麥海軍至少3艘軍艦在11月19日 連續於該國海域追逐1鵬3號數小時 最終將其截停於旭蘭島以北海域 而中國網友針對此事 爆出了一條不為人知的訊息 中共解放軍海軍通信應用研究所 在2011年申請的一項恐怖專利 一種深海光纜海底剪切打撈裝置 該專利技術特點 一是該裝置在2000米深海底 自動進行海纜剪切 提升纜接序等操作 二是造價低 操作簡單 不需要期待電纜 在2000米海底自行產生數十噸 剪切力 解決期待電纜造價昂貴等問題 網友對此評論搞破壞還能申請專利 太可怕了 11月17日 一條連接瑞典和立陶宛之間的海底電纜被破壞 不到24小時後 另一條連接芬蘭與德國的海底電纜 竟也遭到破壞 根據多篇外媒報導 兩條海底電纜被損壞的時間點顯示出 一艘註冊中國的船隻一鵬三號都正好經過 而且當時該船明顯減速 並且有著詭異的航跡走向 根據法國世界報查閱的數據 當兩條波羅的海電纜發生故障的時候 一鵬三號正好位於這兩條電纜的上方 法國世界報表示BSC電纜的斷裂點是可以精確確定的 參與調查的瑞典軍艦11月21日 在斷裂地點停泊了幾個小時 水下機器人拍攝了受損電纜的視頻 AIS數據也確認了一鵬三號 在11月17日上午法國時間8點36分55秒和9點15分54秒之間 經過了電纜的斷裂點 正是在這段時間裡電纜停止了工作 在上午9點前不久檢測到了由於電纜損壞 而造成的英特網網路的輕微中斷 從一鵬三號的航速可以推斷 該船是在上午8點51分 直接經過瑞典海軍檢查點的上方 緊接著幾百公里遠的地方 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 一鵬三號在第二條海底電纜上方經過時短暫停留 電纜隨即被切斷 對此德國芬蘭瑞典立陶宛表示極度關切 各國已針對此事展開調查 並指出不排除是人為的蓄意破壞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以及德國瑞典 芬蘭的多家媒體報導 瑞典德國當局已經開始調查這起蓄意破壞案件 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利烏斯 在布魯塞爾參加歐盟防長會議期間 對媒體表示 波羅的海兩條海纜受損顯然是蓄意行為 沒人會相信海纜是不慎被傳謀搞斷的 他認為這是針對歐洲的一起混合作戰行動 海底纜線是最主要的跨國通信系統 對各國來說 基礎建設如海底電纜等若遭到破壞 不僅造成通訊的阻斷 更嚴重的是會引起社會的恐慌心理 以這次海底電纜事件為例 中共只要透過低成本的干擾行動 就能造成極大的破壞 即便當場被抓 卻仍舊可以保持在宣戰的門檻之下 因此這種無賴行徑也被稱為灰色地帶作戰 中國貨船破壞海底電纜 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抓到 一年多前一艘懸掛香港旗的中國貨櫃船 欣欣及地熊損壞了 芬蘭與愛沙尼亞之間的天然氣管線 芬蘭和愛沙尼亞當局至今未對外說明 他們認為這起事件為蓄意為之還是意外 無獨有偶在台灣也曾多次出現海嵐被切斷的事件 2023年初馬祖出現長達50天斷網 起因就是由於兩條海底電纜 同時遭到中國船隻破壞 當時馬祖居民只能連接中國的網絡 已在馬祖工作多年的 馬祖文化傳播交流協會成員陳廷豪指出 其實台馬海嵐在過去5年共斷了27次 每年花6000萬修理 肇事者皆指向中國 但兩條一起斷是前所未見 華府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就提醒 這可能是中國在對馬祖練兵 進一步練習如何切斷全台網絡 海底光纜是國際印特網的大動脈 承載了全球約99%的洲際通信數據流量 當前已成為美中戰略競爭的一個關鍵領域 美國是全球海底光纜的匯聚中心 其東西海岸分別連接歐洲和亞洲 南美的網絡也多路由北美 太平洋和大西洋海底光纜 幾乎都以美國為起點或途經美國領土 美國因此成為世界流量中心 歐洲到美國 亞洲到美國 拉美至美國是國際帶寬最大的三個方向 即使中東非洲也要經歐洲轉接美國 中共國1994年4月全功能接入國際印特網 成為國際印特網第77個成員 但中共給予美國已制定了爭奪全球信息霸權的戰略 而海底光纜正是中共挑戰美國的一個戰略工具 海底光纜行業技術門檻高 建設難度大 只有美國 法國 日本等國才具備完整的產業鏈 市場被Sacom、Nokia ASN、NEC三家公司所掌控 中共出於戰略考慮提供巨額補貼 大力扶持相關廠商 核心企業是成立於2008年1月的華為海洋 2019年美國制裁華為 華為被迫將華為海洋51%的股權賣給亨通光電 2020年11月初華為海洋一名為華海通信 在國際市場上華海通信透過政商合作 尤其是三大國有電信營運商 中國移動中國電信 中國聯通的大力支持降低製造和鋪設海欄成本 以掠奪性的定價策略搶佔市場 中共在海底光纜的擴張給美國和全世界信息安全帶來嚴峻挑戰 美國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立場 全球英特網的持續健康發展 取決於數據在邊界間的自由流動 這得依靠值得信賴的電信基礎設施 各國必須優先考慮國家安全 數據安全和隱私 通過建立適當的政策和監管框架 全面排除不值得信賴的供貨商 包括無線網絡、陸地和海底光纜、衛星、雲服務和數據中心 2020年8月5日 美國宣布建立乾淨網絡 其中乾淨的電纜是確保連接美國與全球 英特網的海底電纜不會被中共大規模破壞收集情報 並將與外國合作夥伴合作 確保世界各地的海底電纜不會受到類似的破壞 2020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修訂電纜著陸許可證 旨在加強投資限制 確保敵對國家無法篡改或攔截海欄所承載的通訊內容 美國一方面提醒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惡意攻擊 和間諜竊聽等安全隱患增強警戒 另一方面利用自身優勢聯合盟友阻擊中共在海底電纜方面的擴張 迄今已取得一定成效 例如2020年4月 美國司法部出於國家安全考慮 否決了將香港納入一條橫跨太平洋的光纜網路之內 2020年致力放棄中共海嵐建設方案 轉而採用日本提案 2021年世界銀行取消了其領導的連接三個太平洋島國 腦魯密克羅尼西亞吉里巴斯的光纜項目 華海通信標案無效 2022年從東南亞到歐洲19,000公里長的SeeMeV6 光纜項目的合作方也在最後時刻由華海通信變為美國供貨商Subcom 不過中共不會放棄其在海底光纜方面的野心 而會想方設法與美對抗 例如據《金融時報》2023年3月中報導 中共刻意刁難延遲審批他國企業申請在中國零海外 鋪設海底電纜的許可證 迫使企業繞道而行 避免在南海施工 又如中共從SeeMeV6光纜項目出局後 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三家 極籌化耗資約5億美元的EMA項目 計劃連接香港與海南島 然後聯通新加坡 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 埃及與法國 由華海通信負責製造和鋪設官方會予以補貼 根據中方數據 截至2023年底 中共共參與建設24個國際海欄系統 投資建設的現役國際及港澳台通信海欄共17條 購置或租用了30餘條國際海欄建設境外通信網路節點230多個 雖然目前這遠不能與美國相比 但是中共的野心卻不能被忽視 中共利用商船破壞海底電纜 就是所謂超限戰的典型案例 當電纜被破壞時 一些數據可能會繞到附近的節點進行傳輸 而其中如果有中共公司鋪設的海底電纜 就可能會發生數據洩密 而中共對海底電纜的不斷破壞 可能正是在進行這方面的測試演練 同時可能帶有政治上的恐嚇意圖 美中在通訊方面的較量 早已從海底延伸到美國的境內 最近美國電信公司爆發了嚴重的黑客事件 而緊接著出現的現象則更令人關注 紐約時報中文網於11月25日發表了一篇報導稱 與中共國安部關係密切的黑客獲得了一份幾乎完整的電話號碼單 這份名單上記錄了美國司法部通過合法攔截系統進行監控的號碼 黑客很可能將電話號碼與地理位置數據結合 創建出受監視者的情報 紐時聲稱 官員們表示這次滲透幾乎肯定為中國提供了一份路線圖 使其能夠發現美國已經識別出了哪些中國間諜 以及有哪些間諜尚未被發現 來自中國的匿名分析人士Z先生表示 看到紐時的報導感到十分詭異 首先紐時在採訪中得知中共可能已經發現 美國已經識別出了哪些中國間諜 以及有哪些間諜尚未被發現 這樣的訊息是否屬於國安信息 紐時有沒有得到授權以中文進行報導 紐時在採訪中應該足夠了解 中共黑客攻擊的目標是誰 中共在美國的間諜肯定不是目標和受害人 而中共黑客獲得了一份幾乎完整的 美國司法部監控電話號碼名單後 以最快的速度報導 美方掌握了中共間諜名單 最大的受益人可能是誰 我們假設如果中共知道了 美方掌握了中共間諜名單 這一極具震撼的訊息 最有效最直接的應對方式是什麼 是一對一的去警示被美國政府掌握的間諜嗎 絕對不是 因為在當前的全息時代點對點網絡的本身 就是最危險的活動 也是最容易被抓到證據的環節 如果面對大面積已暴露的諜報人員 最有效最安全 也是最經濟的做法 就是最傳統的方式 用報紙或網絡媒體廣而告知 Z先生說 早就聽聞紐約時報高層被中共嚴重滲透 在很多對中共來說最重要的事件中 紐時都是和中共的宣傳口徑高度一致 而這次關於中共間諜已被掌握的報導 讓人覺得紐時簡直有點奮不顧身了 也許紐時發現自己的高層 正在那份極具爆炸力的電話名單中 也就能解釋他為什麼如此不顧一切了 直接用中文向美國的潛在敵人示警了 Z先生最後表示 對於紐時一貫行為和動機的質疑 已經遠遠超出合理懷疑的範圍 而另一條對紐時不利的最新消息是 新任美國總統川普很可能將紐時 排除在未來的白宮記者會名單之外 據報導 唐納德·川普將向 播客YouTube用戶和社交媒體影響者 提供參加白宮新聞發布會的準入證 稱這是為摧毀假新聞媒體 而邁出的又一大步 川普的長子小川普 在最新一集的播客小川普開炮了鐘 當被問及是否該是時候 撤掉傳統媒體的席位時表示 他們正在考慮向全球最紅的 Podcast的節目 喬羅根體驗主持人喬羅根這樣的自媒體 播客主持人開放白宮新聞簡報室 小川普說 他父親可能會將部分主流媒體 從白宮新聞發布室的名單中移除 我們討論過將新聞發布室開放給更多獨立媒體人的話題 為什麼不把機會留給那些觀眾更多 影響力更大的人呢 而川普近年來經常抨擊失敗的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 最近他在真相社群平台上的一則貼文中要求 紐約時報為他垃圾般的報導向他致歉 並特別批評了該報記者哈百曼 《紐約時報》因為被廣泛質疑其與中共的曖昧關係而促進尷尬 而全球各界也從歐洲 中東 以至於來自深海的危機中 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了中共的鬼影 面對中共在全球的滲透 破壞和挑釁 美國政府為了在政府交接期間 應對中共在印太地區可能製造的威脅 現已調動三艘航母 部署於亞洲地區 日本媒體報導 美軍核動力航艦喬治‧華盛頓號 已於上週五11月22日抵達日本 並將執行在中國附近海域巡邏的任務 喬治‧華盛頓號載有2702名美軍官兵 艦載機部隊所屬第五艦載機連隊的 CMV-22魚鷹運輸機 以及最先進的F-35C逆蹤戰機等 已在17日前 先行飛抵日本山口縣的美軍閻國基地 卡爾文森號核動力航母也在本月25日 部署至太平洋地區 以美國西岸聖地亞哥為母港的卡爾文森號 防區涵蓋從太平洋到印度洋中東阿拉伯海的廣大海域 最近也經常負責牽制中共的任務 並多次停靠日本港口 亞伯拉罕林肯號核動力航母也已離開中東 於本月中旬進入印度洋第七艦隊負責海域 美國太平洋艦隊發言人凱蒂‧科尼格告訴日本經濟新聞 航母在該地區的存在能夠使海上和聯合部隊做出快速反應 並使我們最有能力的船艦發揮最大的打擊威力和作戰能力 駐日本橫須賀基地的美國第七艦隊指揮官弗雷德‧卡徹表示 美國航母代表了我們最先進的海上能力 華盛頓號帶著現代化的尖端技術返回日本 這代表了我們對在該地區威懾和安全的投資 第七艦隊的行動區域涵蓋西太平洋和部分印度洋 包括中國附近的幾個潛在衝突熱點地區 如東海 南海 臺灣海峽和朝鮮半島 分析人士Z先生表示 美軍調動三個航母戰鬥群應對中共 亦徹底粉碎中共的攻台夢幻 如果面對美軍一個航母編隊 中共自認佔有上風 當中共認為時機有利時 攻台軍事冒險的可能性為60%左右 面對美軍兩個航母編隊 中共很清楚自己處於劣勢 除非有特殊情況發生 中共冒險的可能性不會超過30% 而面對美軍三個航母戰鬥群 中共的軍事冒險可能為0 因為美軍部署三個航母戰鬥群 不僅面對共軍的戰鬥力已成絕對優勢 更是透露出戰略上的必勝決心 這將澆滅共軍的所有衝動和野心 Z先生說外界一直盛傳 最遲2027年中共可能完成攻台的準備 或者2026年甚至明年 都可能有攻台的窗口期 我不這樣看 我認為台灣最危險的時刻就是現在 就在兩三個月內 一旦過了這個期間 中共可能再無攻台的機會 習近平的政治生涯將無法完成 統一大業的壓力下窒息消亡 而美軍三個航母戰鬥群的到位 就是將這結果實錘定音了